没有警察网上的事吗 白刹长 双手上靠面对记者询问 没有表情不发抑郁 他就是建立N号房的博士 利用加密通讯软体 Teregram聊天室 对女性进行性威胁 震惊男孩社会 Odt平台将登上犯罪史路 用高薪兼职包装 吸引年轻女性 使用话术要对方传身份证 以联络警主理由 来骗受害者落罩 照过不雅影片 在此同时 博士把过程直播放到会员聊天室 不只在网络被威胁 甚至现实生活也受影响 受害者多达74人 甚至还有16名未成年 用纪录片视角揭露N号房 还原网络犯罪事件的全貌 我35岁 我取了DNA测试 染了DNA才知道发现自己有很多同富异母的手足 经过抽丝剥茧 这些共通点都是前往克莱恩诊所做过人工受孕 发现亲生父亲竟是证明妇产科医师受害者完全无法接受 不孕症医师竟然违反医学伦理 欺骗求助的不孕夫妻直接用自己的精子完成人工受孕 造成至少数十人受骗上当 整个城市都变成自己的兄弟姐妹 真实犯罪纪录片让观众一同解谜 TVM新闻黄公委张启云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